到這題目的可能性 如果能摘到3個就贏了1st Ada 和Bda 就輪流去摘 直到有一個人贏了 Ada 先摘 就找到可能性 Ada 贏了1st 1 如果第一回合要他贏 我們有很多個選項 那麼呢 The Require Properability 那就等於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回合就是Ada 輪 他一輪就中了 那就贏了 又或者他第一輪沒有贏 接著到Bda 輪流去的時候 Bda 也沒有贏 接著第三次輪的時候 Ada 輪到3 贏了 又或者Ada 不是第三回合才贏 第五回合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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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次不中 Blaily 不中 第三回合Ada 不中 到第四回合Blaily 不中 到第五回合他中 如此下去 都會是這樣的 那你會發現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 Geometric Sequence Sum to Infinity 因爲你一路下去 其實它可以很多回合才贏 那就是Sum to Infinity 那那條公式是什麼呢? Sum to Infinity 那條公式 就是A 就是六分一 over1-R R是多少? 這裏是六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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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是六分一 所以這裏是六分一 然後它會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扔那些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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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erly into one of the tubes Each tube can hold at most 3 balls 最多有三個球 有兩個option 我們待會先看兩個option 我們先看看什麼 If the player of the second round Adopt option 1 Find the expected number of token shots 我先看看圖案 兩個球 一個一個這樣掉下去 如果兩個球 fall in the same tube 兩個同樣的就有10個token 如果是兩個addition 就會有5個token 其他就沒有了 好 我們試一下去計算 究竟它的 expected value 是多少 OK 好 來到了 先寫一些資料 Jillbox 如果是同樣的 我們有10 addition 有5個 好 好了 那那個 expected value是多少 好 如果我們要drop在同一個位置 drop在同一個位置 powerability是多少 那 第一次摘下去的時候 其實 八個 任何一個都可以 然後第二次摘下去 第二次摘下去的時候 你只有一個位置 才是same value same value 所以呢 再次摘下去 好了 如果要drop在同一個addition 如果要drop在同一個addition 那是怎樣的呢 這樣 好了 如果那些球 如果要drop在中間的六個位置的話 如果要drop在同一個addition的話 左和右兩邊都可以的 所以它有兩個選項 但是如果它摘在第一個 已經掉到哪邊的話 它的選項就只剩下一個了 所以呢 8分之1 成8分之1 那這個 probability 這個情況的話 它可以拿到5個token 所以呢 等回去計則 就會是75 超過32 那就做好了 這個b1 好 來囉 看看b2 part 問什麼 which option should the player of the second round adopt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xpected number 好了 問我們應該選哪一個 就個expector number去考慮的話 那就是說 我們要計算option2的expector number 那我們來看看option2的情況如何 它這次呢 三個波 一個一個這樣掉下去 那麼三個波 for the same trip 同一個呢 就50個token 三個波 for into 3 addtation 3 addtation 就是這樣 3 addtation 就會拿到10個token 如果三個波 for 2 addtation 2 addtation 就是這樣 就可以拿到5個token 其他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要計算這個expector value 好 那我們來囉 B2 好了 那麼呢 先把資料寫回 三個波 same的話 就是50 3 addtation 的話 就是10 2 addtation 就是5 好了 那就是我們做三個case 好了 最簡單 三個同樣的 三個同樣的 OK 好了 Expected Value Option 2 OK Option 2 Option 2 Option 2 好了 那 同樣的 最簡單的 計算就是8% 乘以1% 乘以1% 再乘以1% 因為第一個你可以隨便丟哪個位置 都可以 但第二、第三個都是同樣的 位置 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拿到50個了 OK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就是 它要三個addration 三個addration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做到 嗯 六成三個addration over 回到 八至三次方 對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你要是三個addration 這樣一個pattern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六個 只有六個擺的方法 OK 所以我們就六個了 而這六個擺的方法 它們跌的次序呢 就是三個factor 跌的次序是三個factor 那它總會有多少擺的方法 那它總會有多少擺的方法 就是八至三次方 那就成熟了 好了 再來的 如果它要是 它要是 它要是 2addration 那它要怎麼擺呢 那呢 我們先把這對方 如果它是2addration 就會是兩個波 這樣 這樣一組放下去 OK 可以是這樣的 也都可以是 這樣 但是我不管 那它一定是隨便霸兩個管 如果2addration 會有兩個管 那就會有一個case 兩個case 數了之後 總共有七個case 那這七個case 裡面 七個case 剛才我說了 可以是這樣的 也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會做兩個 總共有14個case 而這14個case 裡面 那三個波的次序 其實我們可以三個 線印掉兩個 所以就是3c2 那 所以 over 總共有八個三四方 然後成為5個token 那 最後 就是 485 over 256 那 485 256 是小於75 over 30 那 所以呢 option1 這個expective 是好一點的 所以呢 option1 should be choose should be chosen 我做了一條拋 好了 到B3了 Only the winner or the first one played the second round If It is given that the player of the second round adopt option which can maximize the expected value Expect number of tokens got Billy came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either get load token in the game exists 0.9 Is the claim correct 好了 那我們要計算 Ada 拿到 no token 的 pability 好了 P3 好了 Ada 拿不到 那個pability 好 The required pability 那是什麼呢 首先 Ada 贏不到 第1回合 剛剛 他贏到第1回合 的pability 是6 over11 所以 他贏不到第1回合 的pability 就是1-6 over11 好了 再加上 再加上 他贏到第1回合 就是6 over11 但是呢 第二回合 他沒有拿到任何token 好了 他拿到token的話 的pability 是什麼呢 這個 還有這個 那我用1-8 over8 8分1 再加上 6 over8 2 over8 加上 2 over8 和8分1 OK 好了 計算出來 就是13 over16 13 over16 那13 over16 是怎樣 0.8125 那這個數 是小於0.9的 但是 Billy說 他存在0.9 那就是說 這個game 是Disagree connected 接著 就是